Hello大家好,我是Amy,欢迎来到频道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Surge Lutens 卢丹式 底妆的全线测评 会用到粉底液,粉霜,还有粉饼 视频是拍了三天 我每天都会用到一款他们的底妆 并且搭配到别的贵价产品 比如说香提卡,Natasha Dinona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长视频 卢丹是我之前只用过 他们的香水非常喜欢 但是彩妆是完全没有用过的 所以我对这次的主题是非常期待的 今天视频是跟Look Fantastic中文网合作的 如果用到产品在网站上很好的折扣的话 我会打在字幕上告诉大家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第一天的评测吧 第一天呢我们就先用这个粉底液 他们的底妆全都是分正妆还有补充妆的 我这瓶是正妆,它售价是945人民币 如果你买补充妆的话 它的售价是540人民币 肯定是补充妆更划算的 就基本上是一半的价格 我是想买补充妆的 可是我当时下单的时候 它补充妆的色号比较少 所以呢只能选择这个比较贵的正妆 先给你们看一下它里面什么样的 应该就全黑了 非常极简风 打开呢它的头是这样 如果你买是补充妆呢 就是这样的 这瓶虽然看起来不大 但它也是30毫升的 就是一般粉底液的料 我买色号是IO20 我自己皮肤是混油皮 然后橄榄二白 我看Look Fantastic网站上面的介绍呢 这款粉底液是非常轻薄自然的 丝绒雅光妆效 时妆可以达到16小时 先上妆前乳 接着直接上粉底 首先摇匀 真的是很稀 像他所说的 我们先上半张脸看看 直接上这半边 它妆效真的非常自然 你们看 上一层我觉得这个可以算是中偏高的遮瑕 基本上你皮肤上那种不均匀啊 还有稍微小一点的瑕疵都能遮掉 的确算是丝绒雅光妆效 整体看起来会比较干爽一点 但是呢还是会有一定的光泽 遮瑕这样一层日常用已经够了 对比这边 差距还蛮明显的吧 算额头上那种比较明显比较红的痘痘是不能遮掉的 但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自然 接下来我稍微再用一点遮瑕 再定一下妆 修容呢用到Kevin Kroang的这个Medium Kevin Kroang的修容到底是老网红了 用起来真的非常自然 颜色是偏冷的 腮红跟高光也是我这次收的一个箱提卡 这应该是他们海洋系列的 这个是什么鱼 你们谁能告诉我 我这个色号是Rose玫瑰色 它的原价是711人民币 这是我第一次买箱提卡的摊子 是做的很漂亮很美 打开里面这样 它一共是6克 它上面的粉也有这种波浪型的印花 粉质非常细腻 这就是两个颜色 这个腮红刚刚视觉的有点太粉了 看看上脸怎么样 哦 上面是很自然的 不是那种艳粉色 等元气的腮红 然后再试试高光 这个高光应该是那种水光感的 这应该是我买过最贵的一个腮红了 眼妆呢今天我想稍微化清淡一些 用到Natasha Denona的True Chrome 这个之前跟大家深度测评过 首先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奶茶色打底 画完眼影跟眼线 现在来加睫毛 我之前一直用的是Kamil Kwan的睫毛夹 用到太久 它中间橡皮不是会裂开吗 然后我前段时间加睫毛的时候 可能加一次大概就会掉 五六根睫毛下来 于是呢我就重新买睫毛夹 而且买的是之前没有用过的 我这次买的是Tweezerman的睫毛夹 就是他们的镊子很有名 应该算是最好用的镊子 他们的睫毛夹很大方的一点呢 就是另外还送三个T精 最大方的吧 一般都是只送一个T精的 玫瑰精的这个是给圆眼用的 灰黑色的这款呢是给杏眼用的 由于我也分不出我自己是圆眼还是杏眼 所以我两个睫毛夹就都买了 其实他们的差距蛮明显的 玫瑰精的是给圆眼用的 它这一段就会更高 弧度差距这个玫瑰精会更圆 灰黑色给杏眼的这个就会更平 试一下吧 这边先用杏眼的 加完还挺翘的 这只眼睛用圆眼的 刚上一层睫毛达底 再用Sigma的睫毛膏 这款也是我以前的爱用品 刷头是这样的 上完睫毛的样子 虽然看起来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距 但加的时候会明显的感受到会比较适合杏眼的这款 它跟我的眼型比较贴 两端比较容易加到 不容易加到眼皮 圆眼的这款它的弧度对于我的眼型来说太大了 加的过程中会很容易加到眼皮 就会比较痛 这个没有哪个好哪个不好 只是它分眼型 最后唇部产品呢 是香提卡的有色润唇膏 我是很喜欢买有色润唇膏的 然后也第一次买香提卡的 它们真的非常贵 这款它原价是270人民币 它只有一克哦 所以真的非常容易用完 包装也是深蓝色的 打开我选这个颜色是深梅子色 就是我们绿人的颜色 它里面会有些细微的闪 但是不明显 一克 如果我每天用的话 应该一个月就能用完 非常滋润用起来 非常舒适 全妆化完 我们来看一下底妆 这款底妆现在应该是稍微偏干一些的 目前在我脸上整体妆效还是偏哑光的 有些地方比如说像这一块或者嘴角这些 你会觉得好像还是有点干 不过不要紧 我是混有皮 等一下我就会疯狂的出油 目前妆效不错 过几个小时我们再来看吧 看一下自然光线一下效果 现在是过了两个小时 就是脸上开始出油了 更加自然 更加服贴了 大家好 现在是过了十小时 我中途还拍了疗心品 就这么油的一张脸拍疗心品的 粉底还是非常的完整 会有暗沉 大概暗沉了一度左右 看吸完油以后什么效果 而且我今天晚上还吃了火锅 吸完三张纸 油吸掉以后呢 没有刚刚颜色那么暗 这款粉底它暗沉以后的颜色 是我可以接受的 因为它暗沉以后并没有发菊 就是颜色深了一点 暗了一点而已 十小时以后 我脸上大概还能剩80% 额头上一些红的痘都出来了 我觉得别的地方啊 包括像鼻翼啊 嘴周啊 粉都还是在的 整体这是一个偏干的粉底 我觉得我们混油皮 或者油皮用它 应该会挺合适的 刚刚上的时候 会觉得有些地方有点干 过一两个小时 出了点油以后就正好了 十个小时以后 目前这个妆效 我已经很满意了 西兰油以后 脸就有点补妆的效果 这款我喜欢它的点呢 就是它是哑光粉底 但是补后也没有那么干 它算是一个 就是比较中轻度的哑光 如果你们追求的是 偏自然妆效 然后偏干 偏哑光的粉底的话 那就是它了 那我们明天见咯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粉霜 它们粉霜呢 外包装就是这样的 它的原价是 1215人民币 粉霜我选的色号呢 是IO30 这是后来出的一个新搜 等一下会给你们对比一下 它跟IO20的区别 一个小棒子 然后说明书 接下来粉霜的盒子 也是一个方的 上面有一层膜 先阅读一下说明书 就丝滑的粉底霜质地 接触肌肤一刻 随即转化为粉末状 如薄纱般覆盖面庞 与肌肤完美融合 可以长时间保持水银润泽 蕴含摩洛哥坚果油 为肌肤带来滋润呵护 Look Fantastic 上面介绍了 它会比较轻薄自然 然后是偏哑光的妆效 我先上点妆前 先把它转开 外面塑料膜呢 不是黏上去的 它只是放在上面而已 真的垫着 质地明显的 要比昨天的粉底也厚 这个是20 这个是30 我觉得这个30 太深了看起来 只能坚强的用了 先上正版边脸 没有在手上看得那么深 遮瑕度要比粉底液要高 就基本上到高度遮瑕了 质地更厚 遮瑕更高 我再把这半面脸用完 粉底上嘛 我觉得它是有一种奶油肌的妆效 但是呢又微微有一点点哑光感 就有一种磨皮感 这个我目前的感觉 也是它蛮适合混油皮的 是挺清爽的 然后稍微有点干的 不是那种滋润挂的 比昨天的粉底 也要稍微再滋润一点 除了我额头 刚刚才挤掉的痘痘 是没有办法遮掉 那别的 你看 就遮得都很好吧 这个也挺出乎我意料的 我没有用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一个偏滋润型的 稍微再把眼下提亮一下 它们的底妆 我觉得你看食物的话 或者你在手上试 你会觉得它很深 但是上脸呢又不深 定一下妆 继续开门框的修容 我今年可以定个小目标 把它用完 四颗 应该还挺容易的吧 继续开门框的腮红 西亚铁的 Sauce Tis高光 今天眼影就用 Natasha Dinona的Glam 好久没有画灰色的妆了 补妆回来 我们再来试一支 这个卢丹师的口红 这是他们细管 雅光系列的 原价是522人民币 这个盒子呢 就是宽宽的 我选色号是2号 盲选的 超级细吧 它比昨天用的香提卡 还要细 克数只有0.9克 天呐 是个深眉红色 这个2号色其实挺美的 也没有说很干 然后边缘稍微晕染一点 这种效果就很好 但是太贵的话 到每克的话 这应该是最贵的口红了吧 我们再来看看底妆 底妆我真的很喜欢 用上去就能感受到是比较高级的养肤粉底 目前我非常满意 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看效果 现在是上完妆两个多小时 在自然光下的样子 现在是上完底妆过了10小时 我整张脸已经油的不行了 它过了10小时养化了以后 它不会发黄 它是稍微会有点发灰 所以到了晚上 法尔比昨天用的粉底 也看起来人要白 脸上油是真的油 但是粉还在的 那先来吸一下吧 我今天出去买的东西 也戴了口罩 而且今天一直有 什么毛飞到我脸上 就是我一直在抓脸 可最后这个妆效还很不错 洗完以后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妆效 稍微有点灰 不会像寒妆那样 就整张脸像水泥灰 这个粉霜真的一点不浮分 你看它真的好贴哦 哪怕在我毛孔很粗大的T区 它都非常贴 看起来不会觉得很厚 妆感很重 持妆度很好 我就鼻子这边稍微拖了一些 这个粉底真的成分好 就持妆这么久 脸上都没有冒拜托 这款粉霜我觉得混油混干 都挺适合的 我在刚开始上的时候 是能感受到这个粉底 是有点偏干的 我不确定干皮能不能厚得住 但我们会出油的皮肤 还是很合适的 今天就这样了 妆效满意 那我们明天再见 今天是第三天 那我们一起来试粉饼 这个粉饼呢小小的 因为我买的是补充装 它的补充装是售价49.5英镑 就是500多人民币 正装是125英镑 贵了一倍多 就是多了一个外壳和海绵 我当然选择补充装了 我又不一定要把它带出门 补充装是8克 我选色号是O20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 首先说明书 很简易的一个塑料壳 打开这个就是粉饼 我先看一下说明书 首先这个是干用的 它不是干湿两用型粉饼 然后四季是用彩妆蜜粉 营造丝缎般光滑细致的妆容 说得也等于没说 就主要就是个干用 看颜色的话 这样看其实它是挺黄的 我最近都在用 Fenty Beauty的130粉饼 两个放在一起你看 哇这个颜色也差太多了吧 这个怎么这么深 这个粉呢摸起来 你看超级细腻 超级薄 它非常像蜜粉饼 试在手上的话 是没有什么遮瑕度的 我现在打算 面中三角区域呢 用液体的遮瑕产品 然后别的区域再上这个粉饼 正好给你们对比一下吧 我这一块呢就用粉霜 这块呢就用它们的粉底液 这个粉霜包装实在是太鸡肋了 就是我盖上了以后 我都不想把它打开 本霜上完你看真的非常服贴 这个妆效 最后这边补垫 这边粉底液 这边Io20这边是发黄的 然后Io30这块是发灰的 但色差也没有说非常大 然后我们上粉饼 我额头上痘痘就不遮瑕 我们直接看看上了粉饼的效果 我现在没有推开哦 你们看 其实它遮瑕度蛮高的 这个你用粉铺上 你跟用手去摸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用手取粉的话 觉得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蜜粉 你用粉铺来上的话 它就会比较好抓粉 它出的妆效就不是蜜粉饼的妆效 就是粉饼的妆效 你看遮瑕度很够 我本来这边有很多痘痘的 遮得还挺好的 这个颜色呢 又是盘子里面看起来很深 但其实它上脸还是白的 它上脸要比我皮肤要白哦 然后全脸都上一遍 你看这个颜色是挺白的 所以这个牌子的底妆就是 盘子里面看得深 我刚刚额头上上的有点厚 一开始手上没竖 这个像蜜粉饼的东西 你看遮瑕很好耶 接下来把面部妆容完成 塞红那它是Dinona的 高光 眼影用Sunrise 好长时间没用了 这个粉饼你看把我眉尾都能盖住 好长时间没用了 妆回来我口红还用的是昨天的这个Search Lutens细管的雅光二号口红 总结一下他们这个粉饼 其实我一开始对这个产品是有点困惑的 因为你用手摸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个蜜粉饼 几乎没有颜色薄薄干干的 但其实你用粉敷上的话它是粉饼的妆效 它是有颜色有遮瑕度的 它的遮瑕度可以到达中等 如果你是追求裸妆效果的话 做一些遮瑕比如说遮瑕黑眼圈这种 以后全脸用 它上脸就是一种抛光的效果 然后是比较雾面的 跟皮肤融合度非常好 这个用起来也是偏干类型的粉饼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Search Lutens 卢丹氏的三款彩妆 总体来说他们的底妆是非常出乎我意料 我非常满意的 我本来觉得可能就是贵而已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的质地是这么好 你用上脸以后你会明显觉得他们的成分非常高级 就是上妆哪怕过了大半天以后 你皮肤的状态还是非常健康 然后粉底是非常服贴的 脸上也不会因为上妆时间长以后 往外冒白头 我觉得他们最大的优点就是粉质很细腻 然后上妆非常服贴 很让我意外的是 他们的底妆都是有点偏干的 因为大部分的贵妇品牌都是光泽滋润挂的 他们的底妆都是干爽 有点哑光的 他们做底妆的时候 可能主要考虑是我们混牛皮 三款区别我也来说一下 主要先是两个液体的 我觉得上妆的一个肤感 一个妆效来说的话 粉霜的妆效会更加高级 粉底也刚上完会比较偏干 就是你要再等一下 等它在脸上醒一下 遮瑕度来说的话 粉霜会稍微再高一点 滋润度来说的话 也是粉霜更加滋润 上妆的轻薄程度呢 是粉底也更薄 作为混用皮线快要到夏天了嘛 在夏天的时候 我会更想用粉底液 因为它更干更薄 用起来也很方便 粉霜的话 我不会太想要在夏天用 我觉得整个秋冬啊 春季啊都可以 粉霜虽然质地真的很好 但它包装真的是超级鸡肋 它上面这层塑料膜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也会弄到盖子上 粉底而言的话 它的妆效就会更加自然了 适合日常不想全脸用粉底 然后快速出门 这个粉底因为它是偏干的 我觉得它也会很适合夏天用 最后我的建议呢 是它们的底妆 能买补充妆就买补充妆 价格差了一倍多 然后我也没有觉得 它们的原包装质感有多好 就真的是很普通的包裁 然后颜色方面呢 它们家底妆就是 你看起来是偏深的 但其实你上脸是没有这么深的 你上脸会白很多 不要担心 这期视频是跟LookFantastic 中文网合作的 它们三月份又有大促 几乎所有品牌都会参加 我这次在视频里用到的 大部分产品在LookFantastic都有售 最后使用的折扣码 Sleepy可以享受到 最低支六五折的优惠 这期用到的所有产品 都是我自行挑选购买的 因为这是一个跟平台的合作视频 所以我想拍的就比较有干货一点 分享给对这些产品 有兴趣的朋友们一些使用感 在LookFantastic上面大家买的比较多的 可能是护肤啊 头发 美妆礼盒这样的产品 它们的彩妆类其实也涵盖有挺多品牌 而且这些牌子基本上是跟 Cefra互补的 很多在Cefra上面没有的牌子 我都可以在LookFantastic购买的 而且基本上都有更好的折扣 比如说 By Carey Santique Natasha Denona Burberry Lime Crime 最后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视频 多谢支持呢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